大家好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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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嘿嘿嘿 往里走 这个 看看我那个微博上 同步过去没有 谢谢啊 送电扇子 同步了是吧 嗯好 嗯 吃点果单皮 果单皮 小的时候 这都是好吃的东西 这么长 现在 扔的抽里面没人吃 我闺女 大闺女那个 零食的那个 箱子 那抽屉里面 有很多吃的 小的时候过年 在东北 炸虾片 就你现在去海里捞 免费送你那些 那要是 家里边 家长给 炸了一盘虾片 老高兴了 现在 扔的都没人吃 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初二的时候 学校 踢足球比赛 我希望有劲 后来听别人说吃巧克力 有劲 找我爸去 我爸那时候工资的六十二 一个月 我说 我说明天我们要提比赛 能不能够给我买一块巧克力 说吃完巧克力啊 怎么跑都不累 我爸说呢 那巧克力多少钱呢 我说 五毛钱 我爸说 那五毛钱 你能跑多长时间啊 我说 要按照那五毛钱 你这么拿一块巧克力 嗯 我说我能跑一个礼拜 我说我爸 犹豫半天 说给了我五毛钱 我拿着五毛钱 跑到那个小卖部 买了一块巧克力 我买巧克力吧 不是第二天比赛吗 那头天到半夜 这一块巧克力就吃完了 完了我说那 那怎么办呢 那第二天上学才比赛呢 我头天半夜就把这巧克力吃完了 我还能跑吗 因为那个时候也小 晚上也不跑马 完了 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又跟我爸说 我说爸 我说那个能不能再给我五毛钱 我爸说你要干嘛呀 我说我昨天没忍住 那个买过的巧克力半夜给吃了 我爸说你这不浪费了吗 你说你要踢球 我给你五毛钱买巧克力 你这大晚上呢 你半夜你就把这巧克力吃完了 后来我说爸 你那我那比赛你得让我能跑 玩命跑啊得 我说我们班就指着我了 我说我会外脚背 我爸说你会什么脚背 你也不能这么吃巧克力啊 后来我说那你再给我五毛钱吧 我下个月就不用再给我钱了 然后 我我爸就又给了我五毛钱 我这回 我就没敢都都吃 就这样 他那个巧克力吧 应该是分 大概是九块 就是九块嘛 两道两道 井字 我当天呢吃了两块 九减二七块 然后踢比赛赢了很开心 然后又吃了一块 剩六块 剩六块呢 我就拿那锡纸包着 一直放我这兜里边 一直放我这兜里边 我想 多吃一些日子吧 但是等到 然后又过一天 又上学的时候 晚上白天呢 天也热 也忘了 忘了这巧克力在兜里了 完了就四处操场玩啊 跟同学闹啊 打呀 满地滚啊 等到晚上回家才发现 那巧克力全化了 全化了呀 然后有的从那个那个 那个汤 从那锡纸里边就 冲出来了 把它沾到我那裤子 兜上都是 然后我就 不舍得呀 我就把那兜翻出来 然后拿那个那个 铅笔刀 刮 刮那个巧克力 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现在的孩子巧克力算啥呀 随便吃 昨天晚上啊 确实很开心啊 凡是能够参加我们那活动 叫飞行集 集会 那微博已经被屏蔽了 但是仍然有 估计得有小两百人去 一片红啊 曼联穷迷居多 到那现分组 开始以为四个队 九个人一个组 有些他没携 他也只能围观了 然后后来又加了两个队 还有从四面八方陆续来的 然后有起名字 有叫真红魔队的 有叫刚毅队的 有叫鸟巢之外的 还有叫表哥队的 没有表妹 然后大家一起踢 那个感觉真好 最纯粹的足球 没有谩骂 没有恶意伤人 没有吹呼瞪眼尿 没有黑哨 大家 真的是其乐融融 所以只有那个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 真正的足球 这不那个也有球迷现场拍了吗 哥们一脚 在随意的情况下的一脚打门 半场 弧线 击中力柱 棒 弹入场内 当时观众是这样 啊 感觉太好了 就我回来呢 我看一新闻 说是复利呢 把唐苗 给停在一场 发三万 因为在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自媒体上 发表不当言论 其实他就是 那场球我看了啊 就是 被换下来了 打这个 啊 是谁啊 是是是是 是广州德 不是啊 是打这个延编附德 好 换下来 然后 发表一条微博 我说 请我真就是 请教请教 谁教教我 是怎么才能够 不被换下来 大哥 行了 差不多得了 别闹了 你好不容易 踢上球 踢上主力 说教练给你换下来 那就换下来就完了 对吧 有牢骚底下发一发 没事就动不动 就发微博 一言不合就发微博 有骂意思呀 对吧 你说你说句实在话 左后卫姜志鹏 那不踢的比你强啊 对不对 更何况 人家庐林上半场 踢的也不错 人家能打 前面也能打后卫 是吧 当时情况想加强进攻 说人家让庐林 踢个边后卫 怎么不行啊 是不是 怎么不行啊 你况且你得 你得分清楚 轻重缓急 输球的时候 心里都不痛快 这时候俱乐部也 杀红了眼 正找典型呢 你没事 还往枪口上撞 还玩一个教教我 怎么才能不换下来 这回你妈 彻底他们换不上去了 所以这球员呢 有的时候就是脑子呀 有的不清醒 对吧 谁都想踢比赛 但你得服从大局呀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 你像我在 就是很多情况下 我也受到一定的 不公正的待遇 对吧 那我讲无所谓 对吧 你这这 你不就是 弄点事嘛 对吧 你弄的弄的 你说最后鱼死网破 有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对吧 差不多就得 差不多就得了 没什么意思 怕人睡觉 啊 什么意思啊 微博链接错了 为什么错了呢 微博链接不对 连不上啊 那我也不管了 那我哪知道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 你得关注我 你下载一个一直播 能死吗 你就下载一个一直播 一直播比很多平台干净多了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你下载一个 你关注我一下 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一发车 你就那边摇铃 啊 你就知道车来了 呜呜呜出来 多好 有个人就是懒呢 这辈子就是懒呢 懒死了 真的 你说你不 你懒的给我礼物 我也没说你 你就你就关注我一下 又能怎么着 现在不是还没广告 没挣钱的吗 现在 这不没说好植入的吗 对 你看人家朋友说天天坐车 从来不买票 没关系 你有句话就行 对吧 就怕那人呐 我跟你讲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说有便宜不赚 王八蛋 我还闷着不说话 我跟你讲 就这种人呢 真的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像人有的 说人说一句 董哥谢谢你啊 这么晚上 大晚上的陪我们聊 我天天上车 我从来不买票 我对不起你 我心里挺不老人 你这么说完 我怕我说 没事兄弟 随便来 我就是 我就一辆公共汽车 你们随便上 都没关系 这多好 其乐融融 是吧 然后这个 你就像昨天 我掏一千六百块钱 说请大家踢球 谁认识谁啊 我认识谁啊 对吧 你们认识我有可能 我认识你们吧 不认识 没关系 不认识怎么了 都是朋友 对吧 你大老远来的 没看上比赛 鸟巢旁边 你踢场球 对吧 完事你一身臭汗 你回家 你觉得也不需此行 这多好 对吧 有的来了 哎 东哥 完事走的时候 谢谢东哥 你说这多好 有的就是踢完球 就给你踢完球 二话也没有 来 来 合个影 好 行 还要自拍 我说行了 别闹了大哥 大老爷们的自拍多难受啊 好吧 完了 那你去 你给我拍 挂挂 合个影 来 往那一站 大哥你看我 我是笑还是不笑 你看我这个配合吗 哎 合完了影 行 拿拿走 合完影就拿 挺好 走了 走了 一句话谢都没有 没有 谢你干嘛呀 你活该你 愿意穷 你有钱 对吧 你愿意穷我来踢球 对吧 我来踢完踢完怎么着 踢完合影 合完影怎么着 合完影走 一句话没有 啊 一句话没有啊 但也有的人球迷 也包括新疆那几个姑娘 对吧 董叔 不是不是董叔 董哥 谢谢 哎 你看人家 多窩心哪 很窩心哪 是吧 有的踢完 哎 走 走 这就是 察觉 察觉啊 你说在这里边聊 啊 聊 哎 你给一句话 晚上 聊完了 差不多了 你说董哥晚安 有这么一句话 啊 有了呢 听听完差不多 那没意思 关了睡觉 走 哎 这是 这是 这就是 人 细微见真情 啊 来吧 再说说啊 说这个 对我先通知一件事啊 这个礼拜天 上午九点 在北京房山 将有一场国际青少年足球对抗赛 参加的是日本色谷 色谷 那叫念色吧 日本色谷 U15少年队 对北京启航少年队啊 北京启航少年队呢 是刚刚夺得了百队杯的U14的冠军 嗯 然后呢 正好跟来访的日本色谷少年足球队进行一场对抗赛啊 公开的对抗赛 这个日本这个色谷少年队呢 我给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哈哈哈 日本呢 他是这样 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啊 他有时候很变态 人呢 反正 总的来讲呢 就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啊 日本 啊 日本呢 嗯 战争年代 日本鬼子 你把悄悄进军进军进庄啊 打枪都不要 呃 烧杀掠夺 那这就过翻篇过去了啊 那么和平年代的日本呢 就是给中国 这个老百姓啊 还是提供了一些啊 精神啊 产品啊 那么日本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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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呢 确实是现在已经领先我们了啊 就这个队啊 就这个队 一年前啊 也是暑假的时候 从日本来啊 在房山啊 和启航少年队 那提了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实话讲啊 录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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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上传了 但是有密码 有密码啊 不能公开 不能公开 为什么呢 马输得太惨了 马输得太惨了 反正 还上了俩超零的 啊 上俩16的 反正最后呢 是0比8 0比8 0比8 输给对方啊 啊 实话讲 那天跟那个日本教练呢 用英语呢 来来这个交流了一下 How many How many matches How many games you your team play one year 啊 就是一年呢 就是你那个队啊 能打多少场比赛 啊 日本教练 on demand on demand on demand 80 80 games 好 80games 八十场 八十场 好 我说那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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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team start to play 80games 一年 我说你从什么时间开始呢 你这个球队能打80场比赛呢 六年 你把六年每年打80场比赛 六八四十八 四百八十场比赛 是吧 我说这个裁判是 我说这个 is this game no more refe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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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g big field and and the and and big field optent 那个 日本 教练 哎 哎 我说 六年 四百八十场 正式的比赛 然后 我就回 我就回回回回头来 我就 问这我们的队员 我说 how many 你们是中国人 那就是 你们 那个那个那个 六年 六年 像我们 我带你们一年 我们也就打 十五场比赛 哎 那么之前的六年 你们 这五年 你们打了多少比赛呢 小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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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教练 啊 我们前六年可能能打 差不多 嗯 嗯 八十场吧 八十场比赛吧 六年打了八十场比赛 哦 我说六年八十场 加上我们这一年十五场 二十场 就算一百场吧 那么四百八 减一百 哦 三百八 哦 好了 我说 嗯 你看 你们六年 呃 你 玩 嗯 100 game 一年 啊 不 啊 不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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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龄的孩子和日本的孩子 差三百八十场比赛 在过去的六年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周日 为什么我还要打这场比赛 明知道还得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队 这个队去年来的时候 它是日本祁育县的第四名 全县的第四名 你说妈那县 你妈那县 你第四名算个屁啊 对不起 日本的县 是他妈省 日本人也邪了 说日本当一县官 你说县官九品之不官 屁讨厌省长 日本的祁育县呢 是省 是省 所以他们呢 就是省的 U15的冠军 我们呢 是市的U14的冠军 但是别忘了啊 我们参加百队杯的时候 北京至少有 有四到五支专业队 没打 比如说BTV三高 比如说这个47中啊 比如说这个回中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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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中学啊 这都没打 要说这些队打 我们基本上很难干过的 也就说呢 我们大概齐啊 相当于北京 这个年龄段的 五六名 五六名 我们要跟日本一个省 的冠军 这礼拜天 九点 干 这场叫B输 肯定输 我希望呢 是丈量一下 我们过去一年 我们 努力的 之后 我们和对手的差距 是大了 还是小了 我觉得 我们不能够回避 这样的差距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试 我们永远不知道 差距断了 这场比赛呢 我已经 做好了心理准备 如果说那天比完赛 你看见我没有发微博 你就千万不要再问我 哎 董哥 那比赛几里几啊 讨厌 我都没说 你还问 你讨厌 往我伤口上撒盐 不 往我盐上撒伤口 因为伤口太多了 盐不够用 所以呢 那天呢 我希望呢 就说 我比完赛之后 我要不翻微博 就不要问了 好不好 就不要问了 很惨的 一定是很惨的 好不好 好 来吧 他们今天呢 进入正题 我这微博的链接 是不是进不去啊 是不是进不去 微博的链接 是不是进不去 微博上不了车 门口人特别多 那我就纳闷了 你赶紧去我微博留言 你告诉那些哥们 这到底怎么才能发车 好不好 让他们下载一直播 让他们去搜董路 草头董 马路的路 搜董路 啪一点关注 接下来呢 就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主题呢 是关于国家队的名单 今天晚上 你说此时此刻 高红波在干嘛吗 高红波在哭 在哭啊 很伤心 不那是离铁 高红波是 高红波在哭 为什么呢 咱们看一看啊 今天呢 北京国安主场 对广州恒大 张林鹏 没事呢 在前场下产球 然后上了 刚好又上了 冯潇婷 踢着踢着 坐地了 不行了 自己还说不行了 又上了 那么27人的大名单 这里边啊 三教九流都有 各种人生处境的 有人生巅峰的 有人生地骨的 还有一些呢 刑满释放的 保外就医的 还有一些呢 被剥夺政治权利 三年的 三年五载的 反正各种人都有 咱们呢 挨个呢 来分析分析 挨个来分析分析 第一呢 咱们先从这大名单 从广州恒大来说 第一 张林鹏 上了 上了啊 上了啊 本来呢 张林鹏呢 是深受高红波的器重 还记得中国队 对卡特尔 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在亚洲各种友军的支持之下 中国队起死回生 击败卡特尔2比0 最后呢 奇迹般的闯进了12强 搭上了12强的末班车啊 那场比赛 张林鹏 踢的是中后位 对不对 踢的是中后位啊 然后 接下来 黄博文啊 黄博文最近状态可以啊 黄博文呢 也是在对卡特尔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踢的受罚 黄博文 一度呢 黄博文呢 被高红波啊 这个这个视而不见 但是后来呢 逐渐逐渐 高红 黄博文呢 又赢得了高红波的信任 说实话呢 黄博文 目前来讲呢 他应该是 呃 年龄反正也 也三十上下了 已经呢 不是说自己最 这体能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但是他踢球呢 还是有他的特点 呃 当年呢 我曾经解说里面说过 当年弗拉多 也好 杜一也好 啊 对这个黄博文 是非常欣赏 杜一一度 啊 后来想把黄博文 给带到欧洲去 啊 带到欧洲去啊 包括李皮时代 对黄博文呢 也是啊 呃 青睐有加 黄博文呢 也是在 这个这个上赛季的 亚冠当中呢 也是多次世界波啊 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啊 那么黄博文呢 如果还是一个健康的黄博文 那么未来在12强赛 呃 比赛当中 应该有机会 更多的上场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冯小婷 上了 冯小婷上了 冯小婷上了啊 我一直认为啊 冯小婷是当今 啊 现役的中国球员当中 中后位的number one 没有人能比过的 实话讲 没有人能比过的 如果你们曾经在过往 在我微博上看到过 关于冯小婷定律 啊 什么叫冯小婷定律 当对手射门的时候 如果冯小婷距离事发地点 12米台外 此球必丢 啊 此球必丢 就对手射门的时候 冯小婷没在事故现场 基本上就是一场事故 如果你 你曾经在我微博上 看过啊 看过 这个冯小婷定律的 给我打一个 八 给我打一个八 好吧 给我打一个八 冯小婷定律 你看 你也打八 好 好 你看 这还有飘过的 张尼薇 什么意思 这是 这是送我什么药啊 你不用 我家里有 我家里药多 别送我药 好吗 声音大点 还声音大什么呀 大 我这都耳机都在这呢 我还大点 你让我喊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曾成 不用说了 曾成今天晚上 在公体的表现 证明 他是第一国门 一点问题都没有 No 趴了巴姆 No 趴了巴姆 挂嘴上 咬着呀 挂嘴上 怎么挂呀 怎么挂嘴上 不是 怎么挂嘴上 你们事多 真这么多 来 好 曾成 然后就是 于汉超 于汉超呢 应该讲呢 他踢球有他自己的 风格和特色 在广州 恒大呢 虽然说他 打一场歇一场 打一场歇一场 但是呢 他也是 斯科拉里手下 一场 不错的牌 然后就是高林 不用说了 高林现在是 中国队第一中锋 杨旭已经 杨旭已经 已经踢不上球了 佩莱一来 基本上杨旭也踢不上了 有人说 那谁呢 那个张玉宁呢 张玉宁可以 但是张玉宁 因为他太年轻 他太年轻 你说 太年轻 在何甲 都打上比赛了 算了 何甲 和中超 实话讲 五八四十 差不了多少 好吧 所以呢 不要给张玉宁 一个年轻的 十九岁的小将 太多的压力 他承受不起 他承受不起 你要说 高林 要在何甲 说实话 你除了菲安诺德 阿甲克斯 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还有 叫什么 反正是除这三大豪门吧 菲利普 不是菲利普 那个叫什么 何兰诺德 叫什么 安音霍奔 对 高林 盛业的队 高林 打主力也没有问题 你不要把何甲 看了 你从普甲 回来的不也是 好吧 行 再说吧 然后有李学鹏 李学鹏 为什么不要放弃 我告诉你 这高棚对李学鹏 咱这么讲 是真爱 说你李学鹏 说是 打一左后位 这表明呢 就是说 反正你就是 打这个位置 反正也可以 但是你 你还记不记得 对卡塔尔 最关键 刀架脖子上的 那场比赛 李学鹏 是不是首发 声音小 是因为什么 声音小 是什么 是不是耳机的问题 你也不小 是吧 好 李学鹏 是不是首发 有人说 不是 人行首发 是 人行那天 踢的是左后位 但是我告诉你 李学鹏 有时首发 打的边前位 能想到吗 能想到吗 中国队一堆边前位 都在替补鞋上坐着 让边后为李学鹏 去打边前辈 表明什么 表明人都有脑子乱的时候 都有这个奇思妙想的时候 李学鹏特点是什么呢 虽然说 李学鹏最早在大连 十德 那时候大连还有十德呢 在大连十德出道 十九岁的时候 十九岁的时候 李学鹏出道 打的左边前位 技术意识特别棒 一只左脚 当时我记得在 公体 那场比赛 对北京国安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 那时候我还在新浪 在新浪解说这场比赛 我说李学鹏 将来能踢出来 李学鹏能踢出来 我还曾经说过 一个队员踢不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我说过一个球员踢不出来 不是 我说过两个队员很难踢出来 一个呢 就是原来广州恒大的一个年轻队员 我说他很难踢出来 还有一个队员 这你看 哥们这都是哥们 这非常非常的这个 有人说生小的 是你生小 你的手机放在最低档 你手机音量放在最低档 你就我拿大喇叭喊 你能听到吗 你也听不到吗 假弩扎一 我说他踢不出来 当时一堆红膜 握膜的人骂我 把董球嘛 看球费电 你董球嘛 假乳扎一 假宝玉 这天赋一饼 我说行了 别一饼了 都快成二饼了 别闹了 大哥 差不多得了 最后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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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还说 王军辉很难 当时广州恒大球迷过来骂我 你们懂不懂啊 王军辉塞罗啊 广州塞罗 恒大塞罗 将来恒大边路就靠他 就靠他了 真的 做足球评论 要没有一颗坚强的神经 真的不行 这什么一天到晚压力太大 那今天 解说恒大队国安 47分钟 高林打一球 我跟李欣就说了 这球国安没了 你得打进仨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他就是一个垃圾时间了 垃圾时间了 然后最后 有一帮恒大球迷 跑我这来说 你看你还说呢 你不向着国安 你就向着国安 我说我怎么向着国安来 你最后15分钟 广州恒大领先 你都不说话 你都不愿意解说了 我心的话 你傻不傻呀 都这么垃圾时间 垃圾比赛 我说什么呀 我自嗨 我有什么用呢 你甭说你 你恒大领先 国安领先 我也不说话呀 你要国安现在4比0领先 恒大 我说什么呀 对吧 比赛都没了 没有意义了 对吧 他就挑你 我跟你讲 就这帮 这帮看球 我都不明白 反正总言之吧 就是他认为 你要是不 你要是不向着他输 他进球 你要不嗨 然后他领先 你要不嗨 你就是黑他们 你就是黑 没法说 就是国安的 这球迷到没到这骂我 为什么 我觉得他面清楚 这确实提不过 足球这东西 他就是这样 第一 恒大人投入 比你多不多 比你多 第二 你找上队员 杀了那么多 还能组成一阵阵容 你怎么样 行不行 你弄一个 谢盖耶夫 你谢盖耶夫 我说句实在话 你提出的这球 你怎么比 没法比 所以输就输了 对吧 你不是说四万人 五万人 八万人 没有用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谁牛逼谁赢 就谁 谁有实力 谁赢 那我今儿就说了 更好的球队进入淘汰赛 晋级 这太合理了 你否则的话 这世界不公平了 对吧 人家砸那么多钱 人家踢的逼你好 最后人家还输了 完了你还赢了 这事不能老发生 这事老发生 谁还活呀 大家都不活了 世界不公平 明白吗 世界不公平 上海上海 上海上港四个国脚 吴磊 这不用说 中国队对卡塔尔生死战 吴磊打的什么位置 单前锋 那个时候 高临状态可能一般 吴磊打的高 单前锋 说实话 全部的国脚在内 说你让高导 高导 您给我写一个 您这 这 这所有队员 这个按照您自己内心的地位 您写一个排行榜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有可能改变 第一是吴磊 第一是吴磊 那江宁呢 江宁第二 吴磊 这不用说了啊 单前锋 反击的时候 单前锋 或者说是习惯于踢4231的右路 也可以 严俊龄 严俊龄 严俊龄很难踢主力 很难踢主力 尤其在门将那位置 基本上曾成只要说 曾成说 那个曾成能不能起来 曾成说扶我起来 我要去守门 可以 那主力还是你 鱼海 又见鱼海 黑鱼海的人不少 就是对鱼海提出质疑的人不少 但是我干 以我作为一个小破业余足球教练 我的感觉 如果我的队里边有鱼海 我也让他守法 这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非专业的人会骂 专业的 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的 不是 像我们这样业余的 咱们这样业余的这个小破 业余足球教练 在我的认知当中 鱼海是非常好的队员 虽然说你可能看到他的失误 虽然说你可能觉得他有时候也没有什么作为 但是我告诉你 没他你就会发现少人 没他你就会发现少人 一支球队 场上11个人都亮 那是球队吗 那是那是那是手柄 那是玩游戏 我这11个人 我这咔咔的 那是游戏 现实生活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 现实 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那么完美的阵容 没有那么完美的阵容 蔡卫刚 红牌 正停赛呢 我看这也够呛 这家伙三四场踢不了 眼瞧着就剩一个月的时间了 你这歇了好几十天 你怎么弄 还好在后腰位置上 倒是不是说很缺人 不是说很缺人 山东鲁能薅俊敏 小薅呢 咱们实话讲 就是可能年龄也不小了 球伤没有问题 拼劲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感觉呢 他身上呢 好像还还得激发一下 激发一下 但是呢 浩俊敏的这个 技术意识 确实是也深得高红波的欣赏 他有可能是高红波早年间的邓卓祥的投射 明白吗 就高红波对于邓卓祥的那一份厚爱 那一份情真意切 那么在邓卓祥都不知道身在何处的时候 高红波投射到了这个浩俊敏身上 然后接着刘彬彬和赵明健 赵明健我就不说了 实话讲啊 赵明健呢 他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孩子 也不能算孩子了 这小子呢 反正啊 肯定生活当中啊 挑逼捣蛋 各种冒险 尝试 他属于这种人 他最大的特点 其实就他的心理 他的心理 他属于 属于魂不吝的那种人 魂不吝 就是甭管是跟谁踢 玩什么比赛 跟该怎么着 还怎么着 就属于这种 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 就属于这种 你看他那个外鸟背 他叫什么 他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他都说 这个外鸟背出奇迹 我试一试啊 所以这个队员 我个人觉得啊 就说 他要么呢 就自我实现 要么自我毁灭 反正最后呢 就这两条道 他要是用好了 说人走正道 那他这个 确实是不错的队员 他要说是那种 混蛋那个劲上来 完了 这个那哥的 那就自我毁灭 这种例子 不胜美举 太多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目前呢 在中国的这个 右后卫的位置上 没有人能够比过赵明健 但是这个人呢 就这个队员 一定要用鞭子抽他 不能跟他说好话 不能给他好脸 就是有的队员呢 你像浩俊敏这样的 你不能说他 你不能说他 为什么你一说他之后 他心里边 他可能一别扭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然后他就一下闷了 对浩俊敏这个队员 你要有什么话 你跟他柔声和气的来表达 他能听进去 而且他有自己的思想 他能理解 你就像这个赵明健这个 你绝对不能 不能好脸跟他说 你就得跟他 怎么着 那你 那你 那你贴不贴 你想不想贴 还想不想贴 想贴就好好贴 就这样的一种方式 赵明健 好没点 就行了 所谓区别对待 我告诉你 就我那个 因为学心理学 自学心理学 三十多年 实际上一个 就你甭说国家队 就这些成人 就我们那个队里边 就是小队 小孩 十几个孩子 我跟他们的 说话的方式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呢 自尊心强的 你稍微 你还甭说 你喊一声 你可能说 你这球 这么处理不对吧 你就说这一句 我告诉你 这堂训练 完了 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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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能当面说 你要是队员都在这 你说他 不行 受不了 你得下来 下来完了 找到没人的地方 你看你刚才那个球 你的队友在那边 你应该能够看到 那个球你是不是应该传 好 总之 教练 我知道了 好 这事完了 过去 有的那小皮子 特别皮那种 你就得问 干嘛呢 认真点 认真点 这就叫区别对待 区别对待 中国人的教育 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 中国的教育 一直没解决的 就是区别对待 一个老师 用同样的方法 对全班50个学生 这就有的 合适 有的就不合适 当然这个是教育 这个教育 是另外一个话题 有人问我 那你这么说 你说 你说那个赵明健是最后 最好的右后辈 那我不统计 那张林鹏呢 怎么说呢 知道 行行 你好 恒大球迷 你好 我就这么说 我就愿意说点实话吧 反正要我 反正我 我用赵明健 我用赵明健 这个 赵明健 比张林鹏 好在一点 就是 张林鹏 比赵明健 更像东北人 就张林鹏啊 是直来直去 有时候他 脑子一冲血 他 他有些东西 他就是 他可能有的时候 能爆发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 莫名其妙的一些 一种 一种举动 你就像今天 你 你在前场 你二比一领先 国安得打你三个 你才能输 然后你 前场 去放产 对方左后卫 而且你那个动作 你应该知道 你要么你就得牌 你要么你就受伤 对吧 所以我就不说了啊 但是呢 张林鹏 他一定得用 用在中后卫位置上 刘彬彬 我说句实在话 刘彬彬必然要落选 但是呢 你说用刘彬彬 你都招刘彬彬了 你不招 说曹云定 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我真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你就说这种比赛 你说打韩国 说到关键时刻了 我们想在反击当中 想打点东西 你是上刘彬彬 还是会上曹云定 咱就说 随便问一万个人 问不了那么多人 你觉得谁更靠谱一点 如果就剩二十分钟 或者十五分钟 你一定是曹云定 因为曹云定他有一空 他除了一切 速度什么的 他有一空 就他可以参与到中场的控制当中 同时又个人又能够打反击 刘彬彬是不错的年轻队员 但是他只有凸 他没有空 但凡鲁能说中场控球的时候 实际上刘彬彬是很难参与到 这个当中的 所以我觉得 中国足球 如果说这次是毁了 说没冲出去 只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最后我们没冲出去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中国人还是没解决人和人的和谐相处的问题 还是没解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走到一起 同仇敌忾 同心同德 同心协力的问题 这就是中国足球 毁就毁到这上 如果不毁 大家也能成 OK 鼓掌 鼓掌 那只能说中国足球可以更强大 但是一般的强大也能进去 命好 那就另当别论了 另当别论 杨志 杨志的回归 我认为是高宏波回归理性 说你之前能大雷 王大雷呢 有天赋 但是呢 大赛真的不敢用 王大雷人也不错 我觉得啊 但是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丢球丢的丢的明明其妙 完了 突出的呢 也是 也是这个归始神差 所以呢 像这种呢 在这个位置上 真的就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所以杨志的回归也是一稳定吧 因为代表着呢 就是实际上 像严峻林 他也不放心 说一旦张 这个这个这个 增程有个 什么样的风吹草动 杨志能顶一下 今天呢 当然在工体 杨志呢 是像铺出了 这个这个 这个叫 告林的球 然后包括上一场 都铺出了不错的 这个神铺 但是今天的一个大角 开到 没开过半场 那可能跟场地有关系 支撑脚打滑了 但是杨志的回归 三十多岁 时隔一年多又回来 也挺不容易的 于大宝 于大宝呢 应该说呢 从目前来讲呢 他的这个 比赛的经验 应该讲呢 是更丰富了 拼劲也可以 可以 但是就是他的位置 他的最佳的位置 实际上呢 是个左边前卫 是最佳的 但是他是个假的 左边 他没有下底 他到左边就是 主打右路 右路传中 中锋 前腰 加上 从左边过来的于大宝 形成一三点包抄 基本上是这样 或者是他 进攻的时候 他往中间并 左边 流出来 你比方说 江志鹏 从后边 就上了 张锡哲 张锡哲 现在国安呢 一直用他打前腰 我始终认为 张锡哲 不适合打前腰 不适合打前腰 完完全全 在前腰的位置上 反而 是在对手的 后腰的这种 强力的控制之下 他呢 少了很多的 这种拿球 控球 传球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呢 他未来的位置 还是应该在边前位 还是在边前位 然后就是江苏 有人说这个 高红波对江苏是真爱 真不真爱 反正也是可以了 就这么多人 无锡 这不用说了 无锡现在实际上 处于维持阶段 和最好的无锡之间 可能啊 差三个 差三个 谢尔盖耶夫吧 好吧 因为我说别的 一会儿球迷又开漫和了 这个无锡呢 这个 也就这样 已经逐渐的会失去主力位置 我感觉啊 人行 人行现在 咱就这么说 专职国家队队 就是大宝剑呢 就赵明剑的问题 还好解决 为什么呢 他是三庭 他是三庭啊 跟他 跟跟那个俱乐部 一商量俱乐部 反正你想保级呢 也需要人啊 给国家队面子吧 给他三庭解除吧 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可以 这赵明剑可能接下来 没准 就能打上比赛了 但是李学鹏和人行 这俱乐部绝对 不会轻易的放 这是牵扯到俱乐部的尊严 所以你甭说国家队 你就国家主席过来说 可能都不见得能管用 所以李学鹏和人行 估计这次高宏波给叫来 意思呢 也是说看一看 这状态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告诉你 不打比赛 是绝对不可能 在场上找到感觉的 你敢用 你要用 我说实话 你就相当于 真是脑子噎在裤腰带上 说一个队员 两个月没打比赛 你让他打中寒之战 这是拿生命当儿戏 拿足球规律当儿戏 肯定打不了 你甭说别的 你国安这十天没打比赛 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上场 上下两个开局打的 这是足球的规律 这是足球的规律 然后就是李扬 李扬现在在江苏都打不上 是吧 在江苏也都打不上 李扬这个队员呢 有技术 有技术意识脚法都可以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欠缺稳定 他真的欠缺稳定 当然你用他 可能有一脚任意球 有一脚任意球 但是在中后位位置上 但凡冯小婷张林鹏能在 但凡能踢 打封闭 也不可能是别人在踢这个位置 张小斌 张小斌呢 除了踢后腰 我觉得可能是为右后卫 做一个伏笔 不会用他打后腰 真的 你于海 蔡惠康 黄博文 吴熙 你在这种 包括薅俊敏 这人都在这 张希哲 这中前卫有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说你还说有这个 这谁啊 张小斌的空间 别想 好吧 就是他是右后卫 张明健能踢 张明健踢 张明健踢不了 右后卫现在看上去 也就张小斌 或者就是 你中后卫 中后卫 你也就李昂跟 跟这个 叫什么 冯小婷 然后张林鹏 挪到右边 因为现在 这谁啊 这个这个 张成栋 张成栋呢 也受伤了 所以呢 基本上 我认为啊 张有斌 最后 能留在二三个名单里边 就是胜利 顾超 顾超来了 来了 完了就 也很难啊 是第四门将 你说这能干嘛 那很难 江志鹏 江志鹏 近期联赛 那是确实是 真的 也是中国马赛洛吧 中国马赛洛 但是江志鹏 有一个问题 江志鹏 在三后卫 五后卫 转换过程当中 他踢那个一位 是最合适 但是四后卫 踢左边前卫 左边后卫 也不说不行 但是坦白讲 会有点隐患 因为这小子进宫 助宫啊 确实是 太平反了 他有时候吧 人没有节制 上半夜就把 粮食都吃完了 下半夜 饿了 也没东西吃了 他属于这种 所以他解决一个 怎么样一个 节制合理的 分配自己的体能 得机会上 没机会不上 对吧 你说晚期的 加里内维尔 也不是说像 早年间的 是吧 什么事都往上冲 是吧 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但是江志鹏的传宗 确实是一决 所以中国队当 需要边路突破 助攻 然后门前有包抄的时候 江志鹏在左侯卫位置上 还是可以的 各位华夏幸福的江宁 不用说 江宁是高空波的 第二投射 投射 然后丁海峰 丁海峰我个人觉得 最近状态不是很好 真的不是很好 像这个丁海峰很有可能是 就是如果是人行 李学鹏都能踢 那丁海峰肯定落选 如果人行 李学鹏都踢不了 那丁海峰可能还留下 还有金阳阳 金阳阳作为一个中卫 反正你一本 万不得已 我感觉也不会用 然后就是孙可 这唯一一个中奖的 孙可到底状态怎么样 也弄不清楚 但是孙可的那种拼搏精神 应该讲的还是不错 有人说吉祥呢 吉祥可以算了 被这个干马乔的用废 然后胡仁天呢 胡仁天 有个尹鸿博胡仁天 像这个这种队员 他要没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认知 他关键比赛他不会用 持温一 持温一 持温一是不错 但是有时候 你说他来着他得沟通 这个不同民族的队员之间的这种沟通 实际上 你算有增成 就别再想别人了 好吧 别再想别人了 所以这就是这27个人 这27个人里边呢 有三个是三庭俱乐部的 对吧 有三个是三庭俱乐部的 这三个人呢 生死未谱 但是我个人觉得赵明健呢 是第一个复活的 是有可能的 赵明健第一个复活 是有可能的 因为鲁能现在也需要人 但是任行和李学鹏完全看不 我估计啊 就解禁不了 你国 你谁也没法跟 俱乐部老板的面子争 好了 接下来你问我 你问我说这份名单里面 说还有几 如果是你 如果是我 还有几个人呢 第一张玉宁 这不用说啊 这张玉宁必然以后也会 也会进入名单 张玉宁 第二一个 曹运定 第三一个 政治 第四一个 王栋 第五一个 赵和静 这是我现在认为 这五个人啊 刨除张玉宁以外 还有四个 曹运定 政治 王栋 和赵和静 为什么说啊 第一 政治和王栋是一款 来一个就行 说来一个干嘛 不用干嘛 就是当你一比零领先 二比零先 然后对方狂轰乱炸 需要一个老将 去稳定军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人 可以做到 你要说 那他们来 他们太老了 太老了 让他们踢90分钟了吧 没说吧 让他们最后15分钟 15分钟的球 如果说足球比赛 就是15分钟 政治 王栋 在中超的中场队员当中 谁也不差 如果足球比赛 就是15分钟 但是呢 可能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的 这个就是 人的问题 有的可能看不上 看不上王栋 政治这个呢 说能看得上吧 就觉得不好管 其实有什么问题 不能说 大家掰开了 楼梳说呢 还有一个曹云定 曹云定可能是 有一些习性 脾气柄性 可能高风波不喜欢 或者说是 有一些其他什么原因吧 我也弄不清楚 赵和静 赵和静 牌太小 金阳阳你能招 丁海峰你能招 赵和静真的不行吗 真不如他们吗 当然说不如 不如就不如吧 无所谓 孙世林 我说了 你现在这些人啊 都不会再用了 明白吗 当尹鸿博都来了好几次 胡人天也来了好几次 最后都给打发了的时候 你像这种 就真的不会用了 你说还有那个 其他的那个 什么卢林 这是写的 卢林 王永珀 多半年没招 你说很难 是吧 刘宾宾 刘宾宾不在里边的吗 李建宾 李建宾算了 先得看心理医生 好吧 能力可能还可以 但这个定时炸弹 不定时炸弹 对吧 先把心理问题解决了 毕金号 你在地方队都打不上球了 就别在这聊了 行吧 好吧 行吧 今儿就聊到这吧 好吧 反正这个目前来看呢 守门员 曾成 杨志 严俊林 顾超 这是这个 后 这个 这个序啊 这个排序 曾成杨志 基本上就一个双保险就完了 中后卫呢 张林鹏 冯娇婷第一选择 说实在不行 可能 你说李扬还金扬扬 这夸插一下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不是很稳 不是很稳 那当然人行如果能 能能复出 人行可能能在中后卫顶一顶 但是张林鹏冯小婷 肯定是第一选择 又后卫位位置上 现在是最微妙的 最微妙的 赵明健如果能复活 他仍然是首选 如果他复活不了 那就是张小冰 没人了 没别人了 是吧 左后卫这边呢 有俩现在三亭俱乐部的 李学鹏和人行 接下来就是张 江志鹏和丁海峰 从打过亚洲杯的江志鹏 那肯定要比丁海峰 要排序再靠前 排序再靠前 后腰位置上 我觉得黄博文 黄博文 是防守型后腰 一个首选 至于说他跟于海也好 还是他跟 这个薅俊敏也好 还是他跟吴熙也好 那就再说了 那就再说了 可能像 像这个 上海上岗的 这个于海 蔡瑞康这个组合呢 当中有一个 和黄博文之间的 这个配合 左边 于汉超也好 江宁也好 前腰 浩俊敏 张希哲 右边 孙可 刘彬彬 吴磊 然后前面 高林 于大宝 基本上呢 是这样一个 一个手法 其实中国队 最大的问题 是定 定打法 就是你除了定人之外 你还得定打法 说我们九月一号去韩国 我们干嘛去 九月一号去韩国 我们什么打法呀 我们是跟对方拼中场啊 我们还是打边路啊 还是防守反击啊 还是说是 45度冲掉啊 打中锋啊 我说 大哥 咱们趴得实实 练反击吧 好吗 任意球 反击 快速反击 任意球 任意球 快速反击 快速反击 任意球 任意球 快速反击 快速反击 任意球 快速反击 任意球 任意球 快速反击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